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琉璃美人煞最新路透女主造型就如丫鬟,还没有女配颜值高 说到袁冰炎,陈毅,刘学义,张雨昕出演的琉璃美人煞正在拍摄之中 很多网友都是对于这部作品很期待 在这部作品之中袁冰炎出演了女主角楚玄姬 这个角色是世修仙大派少阳派掌门的幼女 楚玄姬从小变性格孤僻,异常懒惰,非常不讨人喜欢 不过她的前世还是雌雄同体的阿修罗,后来才重塑人参 对于这个角色很多网友觉得,袁冰炎她的扮相不够美 特别是造型就如一个丫鬟一样 这袁冰炎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个角色就是《老九门之中》的丫头 这部作品播出时被很多网友吐槽 这部作品明明是盗墓剧,莫名其妙变成抗日神剧,拖沓的步行 而她出演的丫头和二月红的感情戏看得大家也是无聊 好好的一部作品拍摄成了青春偶像剧的感觉 因为丫头这个角色,很多网友对她都是喜欢不上来 她这次出演的角色还是让人比较期待 只是感觉她这个女主造型太一般,还没有女二号美 这部作品之中张雨昕就出演了女二号 不少网友感叹她五官更加精致,颜值并不输女主角 其实这部作品女主角没有选好 在网上开拍时一直都在撰是杨子来出演 不过也只是网传而已,最后这个角色开拍时成了别人 并不一定让杨子来出演就合适了 至少应该找一个颜值笔张雨昕高的女星来出演女主角 不然很容易被咽压 这次张雨昕她的古装扮相不错 比之前她出演的很多古装剧造型要用心 这部作品男主角是诚意 她还是很适合出演聪明冷静,理智自持的雨思凤 这个角色也是很痴情 在她前世的时候,是天河畔最早升起的一颗星 对之女情深似海,事事寻求与之面貌相像的女子 终于感动了上天,于是今生便投胎金赤鸟妖雨思凤 这部作品男性角色,悬角比较符合原著 这诚意还是盗墓笔记二之中,新版张启玲 她这个新版也是让人期待 诚意虽然没有洋洋版符合原著,却也不会差 希望这部作品早日杀青,可以早点和大家见面